这是这几件案子牵扯到的朝中大人 案主则的吩咐都摘录在这里了 和珅又拿了不少 是 单指贵州通政一案 送到和中堂那里的 大概就有五十万两 这可是贵州半年的付税 和珅还真是很有钱 是 向回庄的案子里 怎么这一项空缺啊 应该是有的 只是派出去的人被炸伤了 查到的东西暂时都记不起来 就是主子那天见过的李侍卫 你再去看一看 要是能想起来 这部分一定要补上 这 回主子 和中堂后驾 浩是 大人 ION 老辣椅 奴才 给主子请安 几天没见 您这腿脚又显得硬朗了 听说你病了 染了些食药 怕有病气没敢来见你 这没那么娇嫩 晒热了 今年是朕在位整整六十年 是 你要忙一阵子了 所以奴才不敢生病了 那李范苑尽快拟个文书 指挥各藩属地的王汉 准备派室进京 这事已经办了 你的文文比他们都好 你要过目啊 是是 这案最近出了几份折子 分派给几个啊 这事你知道了啊 刚才去军机处 听他们说了 卓子你都看过了 看过啊 你觉得这些案子里 哪一件最棘手啊 奴才以为 伯仲之间 伯仲之间 皇上拆几位皇子办案 自然是伯仲之间了 你什么时候觉得这样 滴水不漏啊 这是天家大事啊 那支金蝉是谁孝敬你的 向怀章 你倒不必嫌隙 奴才必须实话实说 主子前几位阿哥去办事 这件事呢 表面上平静 实际上动静很大 臣身在其位 到我这来钻山打洞的 不在少数 不管原告被告 谁送东西 臣都收下 既不拒绝 也不称斥 不摇头 不点头 转身我就送给皇上 这时候我多说一句 都会风生睡起 遇到宰相成佛 其实这也没什么 该知道的 朕都知道 既然要考一考试 不知道答案怎么出题 是 这些案子叫阿哥们去办 你们军机六部就不要插手了 是 今年在六十大庆 你要尽心 差事办好了 那支金蝉 朕还会赏回给你 谢皇上恩典 哈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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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什么事啊 知道答案在出题 知道什么答案 案子全都交给二哥了 军机处都没异过 他怎么能知道 您说皇上 他岁数大的 脑子不够使的了 够使得很 他连一只金蝉的来路都知道 回头你把相关章给我叫来 别把他带到府里来 在外边找个地方 赶 又造好一外 多少钱都要 妈了个八字 你说这京城里头 到底是有钱人太多了 还是有病的人太多了 我说 你要真 挣了一万两银子 想干嘛呀 想什么呢 没有啊 没有 他在家吗 在家 他挺好的 收起来 他怎么样 倒能吃能喝的 这个人是谁 新来的使婚小子 你们出去一下 好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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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子想知道 相怀章为之私欲难目 行了多少贿赂 能记得起来吗 你跟我说过 查到相怀章跟和珅往来密切 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和珅 贪污的证据 你先养着吧 眼看宫里就要出大事 往后够咱们忙的 又来送银子吧 你亲爹也不会天天给你送银子呀 那聊什么呢 聊什么呢 聊什么呢 你以为我听得懂吗 你以为我听得懂吗 学长给何大人请安 学长给何大人请安 何相怎么找了这样一个地方 这有什么不好啊 做个市井中人不是很自在吗 何想未及人臣 想做个隐云式的大隐 恐怕难喽 上山容易下山难 啊 坐吧 这 你那些首尾之事都处理妥当了吗 该没的我都让他没了 谁也不会再找到 是吗 应该 别人应该知道的也许已经知道了 不会 学长一向谨慎 谨慎 还闹得满城风雨 连远在闽浙的猪龟都出来参泥 那是因为有一船队 在宁波港出港的时候 我不听这些 你们这些人啊 一见着前就目光炯炯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就眼大无神指挥来找我 啊 我有牵手牵眼哪 你以为一只金蛤蟆就能救你一条命 河俏恩身如海 学长难报万一 坐吧 两件事 第一 老猪龟的折子不管言辞多激烈 他没有把柄就无大碍 第二 嘉秦王那边的一举一动你都要知道 要是让别人抢了先往黄顺那一抱 你可别说我说不上话 皇子办差 这也不是第一次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啊 以前你们那些事 我是能抹的都给你们抹了 这次不一样 也许行 也许不行 你帮我把这边扣起一声啊 哎呦 瞎摆碰着地了 你帮我瞪一下 哎呦 这边这边这扣子没扣呢 我怎么穿啊 你快点啊 我真是成了你使唤小子了 咱不得演戏呢 演戏差不多就行了 自己记上吧 别跟相亲似的 真是 及时跟相亲也差不多 什么 哎 你去帮我把那双新鞋拿来 哦 哎呀 自己拿去 还真让你说着了 等荷包一满 相亲 可是你哥哥我要做的 头等大事 也许行 也许不行 你们明白和神的意思吗 一旦出了事 往好了说 一推六二五 往坏了说 想想陈正宁的下场吧 这种事咱们能干 别人也能干 爹 您多虑了 多虑了 不 这次皇子办差 可能和立太子有关 所以 人人奋勇争先 手段上 我所不用其极 贾建王派来的 那个卧底 探秘的 居然 居然敢面子面子 跟我说话 怎么了 那 那 那个人 他 他 他自己来了 慌什么慢慢说 哪个人 就是那个卧底 就是那个卧底 他想干什么 说是要卖一卷什么佛经 好啊 杀上门来了 欺人太甚了吧 来来 咱 把销让给我摆上 也要记到 等一下 他说 他说 他要干什么 卖佛经 他是来开价的 对 卖佛经 这是个说法 那他卖什么 卖他自己 买他自己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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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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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久等久等 别来无恙 老弟倒真是言而有信 说有佛经脉 果然如意而至 一间家传的旧屋 本来是不想出手的 可是最近生意上拉了些亏空 只能代价而顾了 你要多少钱 货卖十家 自然是谁出的高就给谁了 只要对我们有用 别人出一千两 我们就出一万两 您说多少 别人一千两 我们一万两 不过 我们要的是真东西 您没看就知道是假的 行家 遇到行家了 我们就是干着 拿得出来吗 既然赶进这个门 我就有真东西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一话 那我把真东西拿来了 您不反悔 这样吧 你要什么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还能这么做生意 这就是我的规矩 说吧 你要什么 你不是在耍我吧 你也不看看 你这是在跟谁做卖的 我要文采一 你们能给吗 文采一 文采一是什么呀 就是文采一 这太容易了 我成全你 给他安排 是 来人 爷 找个地方 让文采一给这位大爷 单挑一出堂口 喳 你哪里去啊 我们家的祖坟啊 真的是冒烟喽 他要是说别的 我还欢迎 他有文采一 我倒相信 女人实在是祸水呀 消磨了多少英雄 为了一个臭唱戏的 就能卖主 他可真无耻 我呸 所以 我经常嘱咐你们 一定要洁身自律 逢场做戏无妨 但绝不可以深陷其中 对 就是教训 是 是 什么 你 你放这一话两音的不要你 你要一唱戏呢你 你没事吧 你没有见过文采一 那长得叫一个妙啊 这两天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面全都是他 睁开眼睛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还是他 你醒醒醒醒吧 干嘛你 你赶快回去跟他们说 把人退了 他要银子 要银子 不行 我赵三发子以前做梦 都不敢想这种事情 我这么跟你说吧 只要能够让我跟那个文采一 那个一想 就让我死了都值 你去你的你 不去我去 回来 干嘛 我告诉你啊 兄弟归兄弟 这事你要敢拦着我 别怪我跟你翻脸啊 我的银子 快给我看 又要出汤回 你去回来的 说我累 这回吧 是这个曹韵 是这个曹韵总督 向的人钦点的 才得罪不起 在哪儿啊 就在广了园 向的人已经派人来搬一箱了 什么了不起的任务 还有专门派人来搬一箱 说是怕混进了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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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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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